我是赵曹康 欢迎你来到赵曹康 时间内现场台北故事 现在上场60点 今天好像比较冷 说周末还要更冷 奇怪的 不是说今天是暖冬吗 看起来不太像 不是很难讲 他们说可能偏中间偏暖 不知道怎样 今天冷好像来得比较早 现在12月几号 今天12月5号 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 到了圣诞到了圣诞节 12月24号晚上 学生开舞会什么 他很热啊 我记得 跳跳舞出来还要吹吹风等 现在就这么冷 不过也许变来变去 今天12月5号 明天12月6号 两天都受到东北季风 及南方云系的影响 台湾中部以北极 东北部天气比较凉 其他地方早晚也凉 明天12月6号 晚上 明天晚上开始大陆冷气团南下 中部以北极东北部气温下降 所以大陆冷气团南下 不是说台北往高雄 是大陆往台北走 南下 我本来以为说 到南部去了 北部好了 不是 是大陆往北部走 所以中部以北极东北部 明天晚上开始气温下降 而且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5号就今天了 受到东北季风加上南方云系 云系北移的影响 全台湾降雨几率大 受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 空气品质以良好的普通等级为主 因为下雨了 所以空气就好 这东西实在是 有一号没良好了 都还好了 其实都还好了 大部分地区都是 北部离岛都是良好 云嘉南高平马祖普通 也没有不好 我们看温度 今天的温度是15到17度 北部北北基 所以温差非常小 我看了气象 大概好像每个小时 都是17度 在北部 北北基15到17度 陶竹茅也是15到17度 降雨期都是90% 下了已经开始下了 绵绵细雨 中章头17到18度 云嘉南15到20度 降雨距离都是90% 高平16到22度 降雨70到80% 宜蘭16到17度 花莲18到21度 台东18到22度 降雨距离都是90% 外岛12到20度 降雨距离80到90% 所以金门马祖 应该已经到12度了 低温很低 中南部还好 都有20度以上还好了 不过他们因为不习惯冷天 所以还是冷 我这很奇怪的 我们现在北部都觉得中南部好好 特别南部对不对 可是我小时候在台南长大 也不觉得很好 冬天还是觉得很冷 奇怪了 怎么还是觉得冷 我现在看温度 我们这边17度最高 他那边还20 22 但是在那边还是觉得冷 相对的 我觉得因为 人体感是相对 有没有风吹很重要 天气风险公司 彭启明博士他们的资料是说 中午周五晚上开始 有另波干冷气接近 雨是减缓 但是温度会下滑 不过温度就算低度 不下雨不湿也还好 昨天午后 昨天不是明天 昨天午后开始 位于南海的北冕台风 还有个台风叫北冕 冠冕的冕 整个水汽明显透过中程大气 北漂到台湾附近 我每次看这个彭启明 他们这个天气风险公司的资料 好像在上气象课一样 好像回到大学 我修过 我选过气象学 修的不好就是了 那整个水汽明显透过中程大气 北漂到台湾附近 从南到北逐渐有雨势发展 中南部从进入秋冬后 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 这是很难得的阵雨 预计雨势会持续两天 就是周四周五 要留意北部东北部 当水汽遇上东北风 在山区及东北部 会因为风向跟地形的交互作用 会有持续性的降雨 可能局部区雨势比较大 东北部的新北市 东北角到宜蘭 要稍微留意 中南部比较阴沉 今天跟明天两天 雨势比较趋缓 中南部了 预期这波降雨会在明天晚上 逐步缓河 主要是礼拜五 明天有另外一波干冷的空气 逐步南下接近 水气逐渐减少 会转为典型东北风的天气 这两天因为降雨增多 湿度增加 温度没有下滑 所以各地低温都 差不多14到16度 湿度增加的结果 体感温度增加 反而会觉得冷的感觉 这什么意思 你看 湿度增加 体感温度增加 会觉得冷 因为你身体温度高了一点 反而觉得冷 所以你要穿多一点衣服 预计周五晚上到周六清晨 是下一波冷空气 接近的时间 北部温度会比目前再降低1到2度 跟礼拜一礼拜二 跟前天大前天有点相似 接近于冷气团台北市温度 14度的标准 会有一点冷的感觉 要注意 每个人对冷感觉不一样 今天就很多人觉得很冷 我觉得还好 有的人觉得好冷 有的人觉得没什么 这一波干冷空气 会在礼拜六礼拜天 慢慢的转晴转干 冷空气的势力会逐渐减弱 礼拜一 礼拜天 跟礼拜一会回温一点 会回温一点 北部东北部还是阴沉 但是有回温的机会 但是要注意早晚低温 下星期基本上会稍微回温 预计下周二三 还有冷空气要接近 不过强度比不上这波 所以现在每天都有变化 好吧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 它叫做天气风险公司提供的资料 拥抱希望传出爱 今年我们是第11年 今年我们是跟财团法人 私立天主教 中华圣母社会慈善福利基金会 我们简称叫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 来服务 他们主要是服务老人 给老人洗澡 提供很便宜的餐点 叫老人一起共餐 增加聊天 做伴 交朋友的机会 昨天我们一下子卖光了 10分钟全部秒杀 今天我们要提供的 义卖的产品是精美 精力国际公司提供的精美 银纤维长效护锡一双 价格呢 原来价格是1680 现在义卖价是1280 运费要外加 请你找义卖专线 052760717 052760717 这是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 的专线 有专人在那边为大家服务 你也可以上中广网站 www.bcc.com.tw 或是中广活动专区 脸书粉丝团去查询 那这个户锡是 内容是什么呢 它是采用日本的 LITAN的竹炭砂 现在流行这个竹炭 日本银丝纤维抽砂 和碾脂的这个技术 吸湿排汗环保抑菌透气 有各种功能 一体成型没有勒痕 不是说缝的 科技编织紧密包覆 加强小腿膝盖的支撑力 干爽透气不容易闷汗 因为它有银纤维 360度贴合膝盖 服贴不滑落 不影响走动 日本银纤维技术 加竹炭砂 99.9% 有效抗菌 消除异味 不会说穿了以后流汗就臭 穿脱方便 没有一般户锡容易松 而且容易皱的问题 自然恒温 可以长时间保暖 长时间穿戴 那为什么要戴户锡 它说因为年纪大的人 膝盖关节退化磨损 为了延长及辅助膝盖功能 用护膝弹性绷带的原理 加长膝关节周围的肌群支撑力 避免不当拉扯 而且能保暖 减少酸痛 不舒服等问题 好 那么这是 这个提供的资料 那我告诉你一下 我有四川 我有四川 我膝盖还好了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好 一段时间 那时候我在新党 那是在几楼 12楼还几楼 我每天这样 蹦蹦蹦蹦蹦 跑上去 也没暖身 哎呀我的天 我想这运动 最好 激烈跑上去 搞一阵以后 我的左膝 右膝还没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都左先上去 左膝就发生问题了 就发生痛 有一个点特别痛 就是那个点就 膝盖就软下来了 那后来 后来就不敢这样运动了 慢慢慢慢 好像好一些了 爬楼梯的时候 我那个膝盖都是弯着 你不要直 不要撑直 让它保持一点空间 保持一点弹性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说 我是赵好康 你回到赵好康 我看时间的现场 特别股市上涨90点 不错 好像中美贸易又 又曙光了 一天变来变去 一天说 可能弹成了 哇股市碰碰碰涨 第二天说 有问题了 川普又不爽 碰碰碰股市又跌 我刚讲这个护锡 今天这个 拥抱希望传出来 卖的是精美银纤维 长效护锡 那很多人膝盖都不好 这很怪的 运动也不好 不运动也不好 是不是 运动很多年轻运动 跑步就搞得膝盖不好 膝盖就受伤了 不运动还也不行 因为你肌肉不够强 所以当你膝盖旁边 肌肉不强的时候 你撑不住膝盖 变成膝盖的软骨 要自己去磨损 所以到骨科去 比如说荣总的 陈威明副院长 他是骨科专家 他换鞋 就是人工膝盖换得非常好 他就会教你说 你抬腿 一只脚举起来 坐在那边 另外一只脚举起来 为什么 要训练膝盖旁边的肌肉 那你膝盖旁边的肌肉强了以后 你膝盖的负担就减少 你年纪越来越大 你肌肉流失又不运动 所以你腿 他们说老从腿开始 为什么腿的运动非常重要 很多老人家摔倒 什么就很惨 所以你肌肉强了以后 你就会保护你的膝盖 但是讲很容易 做不是那么容易 你每天叫你在那边 就把脚举起来 把脚尖朝你自己 拉然后动 不容易 我有时候也做 但是也不容易 那他这个精美 他的银纤维护细 一方面是银纤维 银纤维就是透气 另外一方面 他跟一般的呼吸不一样 一般的呼吸比较短 就你只把膝盖包 他这个呼吸很长 所以从大腿到小腿 他都占一部分 我懂他的意思了 他的意思就是 加强肌 等于是加强你肌肉的支撑 就跟你锻炼你的肌肉一样 他用要长的话 你膝盖的受的力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很聪明的 就是说他特别长 跟一般的呼吸完全不同 我带过那么多呼吸 他特别比较长 所以他用的材质也不错了 所以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好 那么 那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呢 他们从日本引进 全台湾第一台专业沐浴车 洗澡的 你不要看洗澡 不洗澡也很难过的 夏天他流那么多汗 对不对 现在都发臭 躺在床上也没有人理他 他们就到偏远 从平地到偏远山区 到宅服务 他们一次出车 就有三个服务人员 一个叫操作员 一个造服员 一个护理师 装设备消毒 在一个小时的沐浴服务里面呢 他们有529个工序的步骤 而且要给被沐浴的人有尊严 你不能把他全身脱光光 他有些地方他也要尊严 要注意他的尊严等等 他们一年可以服务 失能弱势清寒户 2000人次 一部车 一部车2000人次 那也许效果好 将来会有再增加车等等 所以他们有这个活动 好那么有兴趣请你打 意卖专线052760717 052760717 直接跟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 那么这个 精美的银纤维长效户系 那原价1680 一卖价1280 运费外价 那我看 这个美股昨天 我刚刚讲不错 美股昨天 道琼涨146点 涨0.53个百分点 那肺瓣 非常棒的涨特别多 肺瓣长 上上下下 波动比较大 肺瓣长25.74点 涨1.55个百分点 欧股三大支出都涨 德国法国都涨1%以上 涨很多 英国中涨0.42个百分点 这个川普 他们现在在北约 NATO 北约 大家记得 可能慢慢慢慢都忘 北约是干嘛的 以前很多间谍片 像什么007 什么都拍北约 因为北约的对手 就是华沙 华沙公约 就是那当时 以苏联为主的 什么苏联 波兰 东德 他还是华沙 这边就是北约 北大西洋工业 对抗 那现在苏联 至少跟以前比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所以华沙也就 你想看吧 等于是无疾而终了 你现在很少听到华沙公约干嘛 有没有我都怀疑 但是北约还在 他们就开会 那川普呢 反正 这些欧洲的领袖 看到川普 这不知道怎么办 可能钱 很多钱都是 美国要出钱 但是呢 川普就很不甘愿 美国就骂他们 所以北约 就是那个 北约这些领袖 欧洲这些领袖 看到川普也是不知道怎么办 开这样的会议 也希望川普来啊 你川普不来这算什么呢 那是会要开什么呢 最大的国家不来 最大的金主不来 来呢 又怕他不要乱讲话 骂这个骂那个 骂那个骂这个 多尴尬 你不跟他对骂 所以呢 很有趣 昨天有一段画面 很有趣 我们继续要找回来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 赵少康 视频的现场台北故事 现在上场79点 联合报 今天在A10版国际 有一个画面 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 看到呢 加拿大从里杜鲁多 帅哥在中间 他爸爸也是帅哥 所以这个帅 还是有遗传的 龙生龙 凤生凤老鼠的 儿子会打动 所以 长得帅有很多好处的 真的 我现在觉得 虽然人说人不可貌相 但是长得帅长得美 还是占尽各种便宜 那这个杜鲁多爸爸就是 他爸爸是杜鲁多 老杜鲁多 那时候当加拿大总理 哇 这个跟很多国际名女人 都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暧昧 他这个参加北约 然后呢 看这个照片 有杜鲁多 有荷兰总理 吕特 有法国总统 马克宏 然后呢 有英国首相江沈 在一起 都在笑川普 尤其这个杜鲁多 抱怨 说川普 那个记者会 一开就开40分钟 然后呢 一共花两小时 跟记者去谈话 所以把后面的行程 都延宕了 大家都等 川普跟记者 鬼扯淡 那杜鲁多 他们说杜鲁多 没有点名是川普 大家都在 在讲川普 那否则讲谁呢 杜鲁多说 他长个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一直在讲 结果他们在讲话 没有想到 那个摄影记者 这一次在派他们 那也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都记下来了 川普就被问到了 记者就会问 问川普说 人家那个 你的partner 因为英国跟美 那个加拿大 跟美国关系很密切的 你说你看 从加拿大到美国 你看那边是 尼加拉瀑布嘛 对不对 东边 尼加拉瀑布 纽约州往上走 尼加拉瀑布 过一个边境 就是加拿大了 过一下就加拿大了 像我们到尼加拉瀑布去玩 开个车就到 加拿大里面去了嘛 然后绕一绕再回来 对不对 那西边这边 华盛顿这边 往上走也是加拿大了 温哥华就在那边 所以他们真的密切关系 川普呢 很生气 现在回到 回到美国了 然后呢 众议院要弹劾他 情绪很坏 然后又发觉呢 杜鲁道啦 什么马克宏啦 笑他 他很气 他就骂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是双面人 加拿大公共电视呢 播出一段杜鲁道 在北约高峰会呢 刚跟我讲 马克宏啦 江神啦 等等 聊天 江神的英国首相 问法国总统 马克宏说 你为什么迟到呢 马克宏还没回答 杜鲁道就插嘴说 因为他被迫 参加了一个 40分钟的记者会 大家都在笑 那然后呢 杜鲁道马上接着说 他宣布以后 看到幕僚的下巴 都掉在地上 等等等等 反正就讲 川普的八卦了 意思就是说 连川普的幕僚 都很惊讶 说川普怎么在那边 搞那么久 跟记者搞那么久 等等等等 然后川普回到美国 就被问了 他说 杜鲁道 人前人后 两个样子 在我面前卖乖 我不是这一套 而且呢 加拿大对北约的 出的钱 没有达到规定 因为我讲真话 所以杜鲁道 不爽 杜鲁道呢 这边是说 没有啊 我们没笑川普 我们不是笑川普啊 而且呢 我跟川普相处得很好啊 等等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 国际八卦 大家觉得很好笑 很好笑 那这边也在讲说 川普跟法国总统 马克宏会面的时候呢 川普说 你认为伊斯兰战士 要有和善 有和善的 大概马克宏讲过 伊斯兰战士有很凶 有很坏的 也有不是那么坏的 他说你要 我可以把他们都给你 你可以接回你想要的每一个人 就川普就求马克宏 说你认为伊斯兰战士有好的 我都给你啊 我都送给你 你要不要 等等等等 反正川普73岁了 马克宏41岁 之前呢 在国际场合中 好像两个处得不错 你拍我肩膀 我拍你肩膀 彼此不错 现在看起来呢 其实都是假的 其实都假的 好 川普每次说 这是我好朋友 那是我好朋友 看起来也是假的 好 美国众议院 要弹劾的 弹劾 要举办听证会 三个专家赞成 弹劾川普 一个反对 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情报委员会 先开委员会 那写了三百页的报告 说川普把个人的利益 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昨天我们看到 他那个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还在讲 说这个川普啊 这个不对 应该被弹劾 那然后呢 情报委员会的这个案子 要送到司法委员会去 弹劾 情报委员会是调查 司法 因为 因为好像这个事情 有情报人员透露出来的 那然后呢 司法委员会呢 就要弹劾 司法委员会就要请专家 来 宪法专家 来谈说 那川普干的这些事情 够不够形成弹劾的条件 请他们提供法律意见 四个专家 三个赞成弹劾 一个反对 三个赞成的是 民主党挑选的学者 反对的是共和党 起来的 哇这又是党派之鉴 共和党起来 一定找一个对共和党有利的 民主党请来一定是支持民主党的论点 这个就是党同伐异 三个民主党邀请的学者说呢 川普 企图利诱外国援手 协助他连任 已经明确的构成犯罪 共和党邀请的学者说 川普这么做是不对的 但是没有严重到可以弹劾 没有人认为川普这样做是对的 只是到不到被弹劾的地步 弹劾作业现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情报委员会调查完成 现在司法委员会接手 民主党希望能在年底之前 把川普交付弹劾审判 明年初进入参议院的审判程序 所以他们就是等于是 众议院先来 然后交到参议院 但参议院不太容易 因为主要共和党掌控 除非你这个证据真的确凿 让共和党的参议院也不敢 不敢不弹劾 怕被选民唾弃了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现场台北国室 现在上场89点了 感谢我们热心 有爱心的听众朋友 刚刚精美提供的银纤维长销护销 已经通通玩笑了 已经没有了 因为厂商提供也有线 它不可能无限制提供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么热心这么有爱心 美国这个弹劾的程序 就是你看它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其实他们今天展开 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 他们探讨的重点是 总统没有滥权 有没有妨碍司法 有没有藐视国会 我觉得藐视国会 其实不应该作为弹劾的要件 民主党邀请的是 哈佛 史丹佛 以及 North Carolina 三个大学的专家 都是很好的大学 一直认为 川普所作所为 破坏了美国信封的民主价值 跟努力抗威的根基 如果这个还不能被弹劾 那就没有任何行为 能够被弹劾 川普也是了不起 那怎么会想到 这个选举的时候 跟俄罗斯不错 他又讲 对啊 的确他们派人去听 对手说要讲 希拉蕾的坏话 能不派人去吗 这就是诱惑 你去还是不去 就像现在选举的时候 就很多公关公司 广告公司 接来问 我们有网军 可以帮你攻击对手 你要不要 多少钱 500万 多少钱 1000万 等等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抵抗这样的诱惑 那 共和党要求的是 George Washington的 法律教授 也是很好的大学 乔治华盛顿 他说川普的行为 虽然有争议 他不敢说没争议 你说没争议 回去还要教书吗 但是 美国应该避免 让弹劾沦为 政治泄愤的工具 降低弹劾门槛 会设下恶力 恐怕后患无穷 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川普做了些事情 对 但是值不值得弹劾 如果你这个都把他弹劾 那以后 这种动辄被弹劾 那 弹劾不应该成为 政治泄愤的工具 等等 所以 人质互健吧 就是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 就是这样子 北韩 总参谋长说 如果美国敢动武 就会以牙还牙 但是我很怀疑了 那你北韩能够 对了 他现在也有 也有核弹了 有可能 就是恐怖嘛 就是恐怖平衡 独蟹战 独蟹战 美国总统川普呢 谈 有谈到对北韩动武的可能性 意思就是说 不要说我可以动武啊 北韩不甘示弱 北韩人民军 总参谋长叫 普正川 也放出狠话 说美国如果对北韩 动用任何形式的武力 北韩会以牙还牙 迅速采取相应的措施 韩林社引用北韩朝中社的报导说 普正川在发表谈话中表示 他听到了美国总统川普 最近在北约分会期间对北韩放出 希望不需要动武 但如果有必要 我们将动武的谈话 北韩最高司令说呢 他非常很不爽 你这个你讲这话什么意思 最高司令是谁 就是金正恩 并不是真的那个 北韩军的什么参谋总长 国防部长 最高最高的司令 其实就是指的是金正恩 那他说 谁都能预料 美国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 使呢 北韩将如何应对 如果美国对北韩动武 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韩说 此时此刻 北韩跟美国处在停战状态 只要发生任何偶发的事件 情况很快就会 演变成武力冲突 最近美军针对北韩采取 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 北韩正在对这些行动 会给北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进行分析 而且做相关的准备 普正川强调说 川普有可能动武的言论 令人深感失望 这些言论 足以让对方感到不舒服 他还强调 动用武力 并不是唯有美国拥有的特权 你会用武力 我也会用武力 有很多时候战争 就是这样来的 要去法国要注意 法国运输业今天开始大罢工 是几十年来最大的规模 法国也是一波多折 黄背心 就是搞 法国运输成员人员 今天将展开大罢工 这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大规模 他将瘫痪全国交通 而且说不定会持续到圣诞节 这严重 台机断掉了 全世界都知道 法国人很会罢工 不过这次的规模 以及影响层面 可能是几十年来 警戒 罢工还没有正式展开 铁路公司已经取消很多车班 法国上次出现 勉强可以和这次比较的罢工 在1995年 持续了三个礼拜 除了国内运输以外 国际旅游也会被影响 我刚讲了 欧洲之心预防性的停开 5号到9号 至少9号 所有往返巴黎的车班 今天进出法国的班机 五分之一会被取消 有很多人冬天想到圣诞节 今年想到法国去度个年 这下要很小心 为什么运输从业人员生气 主要是马克宏的退休改革计划 因为期待改革 就是两年多前 马克宏当选的主要原因 大家期待改革 觉得法国不行了 经济这样搞不行了 工会这样搞不行了 但是当时选民 没有清楚他要改什么 他也没讲 不告诉你 换句话说 他是想把目前 至少42个不同种类的 退休制度单一化 让大家获得更公平的退休条件 这表示退休待遇 特别优渥的公用事业人员 必须牺牲掉一些 目前可以享受的权益 他希望大家公平了 那好一点的就可能被砍掉 铁路工会反弹尤其严重 那他们的退休条件 一般特别优厚 要砍他 他给你罢工 休息一下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 现场台北公司 上涨81点 刚讲到法国人要小心了 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 那我因为马克宏想把 42个不同种类的退休制度单一化 大家公平 但是公平呢 就有的人会得到好处 有的人就会被牺牲 铁路工会反弹厉害 因为他们退休条件特别好 52岁就可以开始让国家养害 这些过头来 假如你22岁开始工作 做到52岁做30年 你活到90岁 国家养你比你做事时间还长 这公平吗 所以呢 他要改 52岁退休呢 比一般的人早十年 而且呢 铁路人员的退休金 是以退休前最后半年的平均薪资计算 因为你一定做越久 到最后的薪水越高嘛 用最后半年 一般人是要用退休前25年的平均薪资计算 铁路工人是半年 铁路从业人员退休以后呢 搭火车可以享受打一折的优惠 一折 等于免费啊 天天可以坐着火车到处玩 不但他自己 他家人也只打一折 所以就是成为国会 国库沉重的负担 马克宏的改革计划 是针对未来新兴人民 不会影响到目前的人员 铁路工还决定说 为未来的同事奋战 你看看这要不要命 比如台湾的这个年金啊 什么全公交砍人家的钱 就有人建议说 现有的不要砍嘛 你这是信赖保护原则 你答应人家了嘛 人家来做这个公务员 人家都考虑过的 真的是这样啊 比如我现在大学毕业 我要做什么 我要服公职 或是我到外面做生意 或是我要到民间企业 我会考虑的 我会比较 民间企业也许待遇比较高 但是呢 退休保障没有军工教好 然后呢 这个民间企业可能压力比较大 那军工教呢 也许待遇普通 但是呢退休有保障 就是 我做得好好做 不要去贪污 反正我生活没问题了 每个有不同的考量 然后好了 也许一个年轻人 他不能有两个选择 他可以到民间企业 一个月可以有五万块 那现在到公家机关 一个月也许三万块 但是公家机关退休比较好 他选择公家机关 那到现在说 这不算了 这我没有钱付你 退休金最要赶 不公平的 说实话 所以有人就建议说 现有的就 就国家补贴就是了 新的 要新的方法 你新的嘛 那你愿意来你就来 不愿意来就不来 我新的就是这样子啊 马克宏就这概念 旧的我没有要管你啊 新的 这样也不行 哇这很凶悍啊 所以未来的员工奋战 这工会现在开始发动 几十年来没有 这么大的这个罢工 所以你看欧洲之星 欧洲之星已经停开了 到法国的飞机 那个车子都不开了 美国智库 现场民调 说有38%人认为 中国可能武力犯台 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举办活动 针对多项中美 美中台议题进行辩论 还有现场民调 经过一小时的辩论 认为两岸若没有办法 在2035年前 达成统一 2035现在是2019 16年以后 中国会无力犯台的 与会民众呢 从辩论前33% 到辩论后上升为38% 想说会打的呢 这个有说服一些人 辩论前有66%认为不会武统 辩论后降为61%不会 这是华府智库战略 及国际园中心 今天举办第四届 中国国理China Power 年度会议 邀请很多学者专家呢 来讨论来辩论 专家认为说经过20年准备 中国已经改变两岸的军事平衡 当然是改变两岸的军事平衡 20年以前我们还不错 还可以给你拼呢 现在比较困难 他比你大嘛 他比你有钱 他比你投注的国防预算多嘛 而且呢 说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刻 都更有能力 以无力来同意台湾 我相信如果说 这样比较起来 他现在是最有能力的 但是是不是完全有能力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美国到底帮不帮助你 评估如果两岸2030年左右 最迟2035年前 还没有达成政治协议的话 中国将会攻打台湾 未来十年将会是美中关系 在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年 不过也有其他专家认为 对中国来讲 2035年入侵台湾的 可能代价及战争风险 远胜于犯台所带来的价值 一个 亚洲其他国家会感到威胁 而且会警觉 第二个 区域形势将升高 而且充满纷争 美中战略竞争 可能更激烈 那美国会看中国 有没有过失 利用他建立的抗中联盟 中国如果无力犯台 会正宗美国下怀 你打吧 你打他我打你 意思是这个意思 所以怎么样 其实大陆要打台湾 讲很久了 从823爆战 他去想打台湾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只是说客观条件 客观的环境 有没有可能了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其实头版都是一样的 中国时报是说台北市议员 有四个议员 李明贤 张子刚 徐洪廷 王新宜 他们到日本 动作到蛮快的 踢管 谢长廷不见他们 外交不是议员管得到的 等等 谢长廷也很 很机灵 那对议员来讲 那就是 就是一个态度的表达 你见不见 这是一回事情 我们不见就不见 但是要表达一个态度 联合报头版头说 也是国民党议员 我看侯汉廷 徐晓清 游淑慧 罗志强 他们开记者会 他们说 卡神靠政府两年 捞进益 那是不是只有这些钱 我认为可能不止 只是说他们光这个WTA 光WTA的公开赛 叫做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 职业网球 台湾公开赛 光这个就补助了禁议 那只有这个案子吗 不会吧 这种东西 只要一个案子有 就实随之位了 而且看起来 昨天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 陈思宇 上少康战警司 他有讲 柯批后来很生气 为什么 他们透过很多议员去 知道吗 透过议员去 所以就要钱 好吧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